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用存款的方式 一直以来都是一直存款 就可能定存跟获存这样子而已 我目前预售大概是三万七千块左右 然后理财部分的话 之前也是有买过像一些基金 或是一些那个定存方面的投资 然后像目前也有在做那种 定期定额的那种股票投资 根据调查 百分之四十八的上班族 拥有正值以外的第二份收入 百分之四十的上班族 拥有投资获利带来的被动收入 其实只有六成五的上班族 有储蓄的习惯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剩下的三成五都没有办法 有余裕可以出续 那也显见说 其实薪资缓慢的成长 追不上物价通膨的速度 每一个存款人 存在每一家同一家金融机构的存款 三百万元的部分 平均有九十八点一 是受到三百万元以内的保障 一般年轻人大概对 就是大概有四十%左右 还是对最高保三百万好像不太认识 尤其对年轻人这一块 因为年轻人比较接触到大部分都是网路 所以我们可能会努力倾向在网路方面 会提高这样的宣告比重 八成六上班族在存款超过三百万元时 就会选择分散风险 将存款存在不同金融机构 透过中央存保的保障 更能够保护你手中的资产 E-Made中心才能报道 看完这支影片 如果你喜欢 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 给你的朋友圈 让更多人看到 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更好影片的动力哦